Hello,大家好,我是Kathryn EA的團隊一直以來都有在開發AI掃描的技術 可以通過掃描真人的照片 把真人的樣子轉換成遊戲裡面的人物 從SIMS的一代開始就有很基礎的臉部掃描功能 根據The Sims Community的消息 EA在今年8月的時候通過了新的SIMS臉部掃描科技的專利 那這個不是他們第一個關於掃描匯入遊戲功能的相關專利了 之前就有過類似的 如果我們結合之前的專利一起來看的話 不只可以掃描臉部特徵 還可以掃描身體、身形 甚至可以截取真人的動作、衣服畫樣、甚至寵物的樣子 最近有很多猜測The Sims 5即將在不久之後被公布的消息 所以,這個是否代表模擬市民五代會有掃描、創建人物、甚至創建寵物的功能呢? 首先,這張圖表是在說明臉部掃描科技的一些比較技術層面的東西 大概看彩就是,如果我們匯入一張圖片的話 它會截取整個大體的臉部的特徵 然後再從不同的無關的細項去分析 像眼睛啊、鼻子啊、嘴巴,最後再整合在一起 那根據不同的數據、整合模型會出來不同的結果 這個是經過不同的微調樣子 左右兩排是真人的圖片 中間兩排就是匯入之後人物的模型 這個圖片應該是還在開發過程中的樣子 因為感覺好像相似度還不是那麼高對吧? 那他們有提到說,這個不會是最終的產品樣貌 我們再來看下一張圖片 最左邊是人物原本的原始形態 中間是把人物的那個照片疊上去 然後右邊是把兩個整合在一起 這個我感覺相似度就有出來了,是不是? 有種很神奇的感覺啊 這一張又更加的明顯了 中間那一排是真人的圖片 然後上面那一排是擬真、寫實風格的人物 下面那一排是卡通風格的人物 我們看上面那一排它的真實度跟相似度都非常的高啊 超級寫實風 我覺得超神奇啊、超酷的 雖然說我們還是能夠看得出來上排不是真人的照片 可是已經超級真實了 而且這個只是匯入個照片就能夠達成的模型 並不需要說臉部的3D掃描 不像平常沒有iPhone說要整個臉部的不同角度來掃描 才能用那個face ID嗎?這個不用 這個只是匯入張照片就有這樣的成果 那我們看下排的話就是卡通風格的人物 其實即使是卡通風格的人物 也能夠看得出來跟原始照片的連結性 還是看得出來是同一個人 其實我還蠻喜歡上排的真實人物風格的樣子 可是我感覺他好像有一點點的太過於真實了 如果說他可以再融入一點點的卡通風 可能看起來會比較習慣啊 也可能比較能夠避免落入恐怖谷的情形 要不然就是如果他的真實風格的人物 能夠再更加地真實一點 真實到我們難以分辨 這個道理是不是真的? 如果到達那樣的科技的話 我感覺也會避免那種恐怖谷的情況 因為感覺才是這種恐怖谷有點creepy的感覺 就是這個東西模型跟真人很像 可是我們又能夠很輕易的分辨出來 他不是真人 就會產生這種有點不太舒服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要嘛就融入一點卡通風 稍微的調和一下 要嘛就讓他更加地寫實 寫實到不行 像真人一樣 再來我們看到這個圖表 他展示了把真實的動物的影像 匯入到遊戲裡面 就可以把他的毛皮樣子 甚至他的身形融合在原本的3D模型上 產生新的動物模型 這功能我覺得超級酷的喔 這樣子不就等於說可以在遊戲裡面 創造一個跟自己的寵物 完全一模一樣的動物嗎 對吧 感覺超級酷的 然後我們可以匯入真人的全身的影像 就可以把他的身體體型跟原本的3D模型 做結合 變成新的人物模型 甚至還可以順便匯入真人的配件 像是帽子啊 上衣啊 眼鏡啊 這些類的 都可以一併匯入 這功能也超酷的 感覺超級高科技 如果說可以匯入任何一種衣服 感覺會非常的方便 會很實用 我們看這張圖 他的樣子 他的介面 跟目前模擬性命四代的介面樣子 還蠻像的嗎 跟我們創建人物介面講的超級像啊 左邊有那個肌肉啊 然後那個體型的調整拉桿 右邊有不同的 膚色啊 衣服啊等等之類的 所以感覺他們在開發這個掃描科技的時候 有用四代當作一個參考 那我們除了可以直接匯入不同的衣服配件之外 還可以搜尋 搜尋我想要的東西 有一種虛擬服裝的感覺啊 讓我想到前幾年流行的虛擬服裝 就是有一些線上的商城 他們賣的衣服不是真的 而且還蠻貴的喔 是虛擬的衣服 我們只要把我們間人的照片傳給賣場 他就會把我們間人的照片 跟虛擬的衣服做一個相結合 合成 然後再把那個合成照片 傳送回來給我們 這個就是虛擬服裝的市場 我覺得非常神奇啊 你們會想要穿虛擬衣服嗎 會嗎 我覺得我可能還是喜歡能夠摸得到衣服吧 如果只能夠在照片裡面穿的話 感覺好像有點空虛 再來這個我覺得超級酷的 甚至還可以動態捕捉啊 可以捕捉真人的一些動作 影像 然後就可以把這個動作 轉換成遊戲裡面的動畫 這個不就等於有點像是電影的動態捕捉技術了嗎 對吧 這邊看到的範例是真人跳一段舞蹈 然後把這個舞蹈轉換到遊戲裡面 這個功能如果真的能夠實行到商業層面的話 我覺得會非常的非常的實用啊 我們就可以自己創造出各種不同的人物互動了 感覺超級酷的 超級有趣 所以你們對遊戲的掃描科技有什麼想法 你們期待這樣的功能嗎 我覺得臉部掃描感覺很有趣啊 可是如果真的要實用的話 我可能只會拿明星的照片來掃描吧 我可能不會拿我身邊周圍的人來掃描 要不然感覺有點奇怪啊 不過如果能夠掃描明星的話 感覺很有趣啊 就可以在遊戲裡面放一大堆喜歡明星了 感覺超級酷的 然後覺得掃描寵物的功能也很棒 這樣子就可以在遊戲裡面有一個跟珍惜一樣的寵物 覺得超酷的 還有像是衣服掃描啊 配件掃描 感覺對開戲很多的可能性 還有動畫也是 可以自己創造不同的動畫 感覺方便很多啊 不然目前只能用那個3D的建模 慢慢調整關節啊 什麼什麼的 其實還滿費工夫跟時間的 因為像以前我有出那個劇場版的影片 所以裡面的很多特殊動畫是我自己做的 就要慢慢調整人物的關節啊 然後想應對啊 這件事滿花時間的 其實說到底 這樣子的掃描功能 就是能夠減少玩家的那個創造時間嘛 對吧 能夠比較快速的創造出想要的東西 不用在這邊每個細節調整啊 慢慢捏啊慢慢弄啊 要不然現在如果我們想的話 也能夠透過手捏 捏出明星嗎 能夠自己創造出自訂物件都可以 其實我想關於人物的掃描 他的最終成果 掃描的堅實性 他可能說要再拿捏調整一下 看怎麼樣的堅實度 會比較符合多數玩家的 習慣還有接受度 不過這些內容 是否會全部應用在木偶星五代 這個部分還不確定啊 因為有的時候科技的研究 不一定能夠馬上的運用在商業方面嗎 好吧 所以你們有什麼想法 都可以留言一起討論 喜歡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幫我按個讚喔 會給我很大的鼓勵 非常感謝你的支持 我會持續更新SIMS最新消息 所以可以按下訂閱 然後記得開啟鈴鐺 請用全部通知 就可以知道我什麼時候發片囉 感謝收看 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